歡迎收看我的熊老師 佩妮教數學 那我們這集要來介紹期望值 其實期望值並不會很難 你可以把它想成加選平均 他雖然不是 但是你可以把它這樣想 那我們來看像這樣的問題 小明讓小華從撲克牌中 不含鬼牌抽一張 說如果抽到黑桃 然後不是A的黑桃 小明給小華15元 如果抽到A 那給50元 那如果抽到黑桃A 給小華200元 那請問小華來參加抽牌獲利的期望值 所謂的期望值到底是什麼 它是你發生的事情 你會得到的數值 乘上它的機率 那不見得一定要是說給多少錢 他可能比如說你骰出的點數也可以 然後乘上它的機率 數值乘上它的機率 數值乘上它的機率 全部加起來 如果像我們這題的話 你的分母這個總共不含鬼牌的 不克牌是52張 不含A的黑桃有12張 所以每一張是52分之12 所以說這個數值是15元 機率是52分之12 那麼你的算起來就會是這樣 15乘上數值乘上機率 數值乘上機率 對不對 以及這個 不含黑桃A的A 是3張 然後 黑桃A是1張 這樣子 那我剛剛說 如果你把這個分母52都拿掉的話 它其實是什麼呢 它其實是15加15乘上12加50乘上3加20乘上1加0乘上 這裡有16張 所以52扣16剩36 加上0乘上36 然後一起除以52 那就變加權平均了 等於說你的這個黑桃A的權重是1 因為你有幾張就是你的權重 然後你的這個黑 非A的黑桃權重是12 然後非黑桃的A權重是3 然後其他的權重是36 所以你的權重合是不是52 對不對 那這樣子就等下算一個加權平均 所以我們看期望值的方式 可以從加權平均去看 會也是蠻好理解的 那這裡寫不寫都可以 這答案呢 52分之 這180 這150 所以是330 330加200是530 乘上如果小華抽牌需要先支付10元 那他參與抽牌划不划算呢 為什麼 那你有兩個做法 一個做法就是剛才的這個 因為我這是這一體延伸的 我最後得到的東西到底有沒有超過10塊 有 對不對 所以划算 那另外一個做法就是說 比如說我以那個賺或賠來作為我的數值 那這樣子的話呢 我抽到黑桃 非A的黑桃 其實我是賺5塊 抽到非黑桃的A 我是賺了40 因為這個我要付10塊 然後收50塊 然後我抽到黑桃A是賺了190 然後我都沒有抽到這幾種 抽到別的是扣10塊 這樣子算出來會跟他一樣 沒有錯啦 我們一般都會這樣算 那只是說在一些問題的時候 你要想清楚自己到底扣了這個10沒有 乘上 如果小華抽牌不需要付錢 但是小明放了兩張鬼牌進去 並且約定小華抽到鬼牌要給小明X元 請問X的最低必須是多少小明做裝才不會賠錢呢 那大家可以按暫停來算一下 那我們直接開始寫 這個時候呢 如果我們像上面這樣子劣勢 那 那等於說是15X1 如果你要正確的劣勢的話 你的分母這個時候變54 因為 這個總共的排52張 加兩張鬼牌進來就54張 所以是 這樣子 然後50乘上 54分之3 然後加上 200乘上 54分之1 然後加上 所以抽到鬼牌要負XX 所以抽到鬼牌要負XX 54分之2 然後說小明做裝不賠錢哦 注意他不是 他不是要問你小華怎麼樣會賺錢 他是問你小明不要賠錢的話 也就是說你這裡算出來要小於等於0哦 如果你這個算出來是正的代表 小黃有小華有正的期望值 就是小明會賠錢 所以這個算出來是小於等於0這樣子 那這樣子這個XX到底是多少 我們就一個不等式 那你在這裡看你就會發現 我可以乾脆怎麼樣 等號兩邊同乘54嗎 等號兩邊同乘54的話 我右邊還是0對不對 你就會發現一件事情 如果剛才我忘了要把 兩張鬼牌加進分母 然後我分母都寫52 其實算出來答案還是會對哦 但是不鼓勵這麼做就是了 對不對 因為我0乘以52是0 0乘以54也是0 所以這裡變成是 就我們剛剛算的 這個180加150 330加255 2550 那你就會發現你的XXXX大於等於275 所以答案是275 莊家搖三粒骰掌 為什麼期望值的問題有這麼多賭博的問題呢 沒有為什麼就好粗嘛 就是因为你有一个数值啊 然后你会有一个几率啊 庄家瑶三粒骰子 由玩家下注一百块 选择一到六号 打开之后呢 如果这个中盖里面有 好他骰三粒哦 如果他骰的那三粒里面 由你所指定的那个号码 一颗就给你一百块 两颗就赔两百 三颗就赔三百 那以上三种情况 让玩家皆可以收回注金一百 也就是说这个一百 两百三百是净赚的哦 可以吗 想清楚这件事情 因为很多人会在这里写错 如果中内的玩家 中内都没有你压的那个点数的话 那你那一百块就被吃掉了 被咬走 请问玩家每一注的期望值 那这个真的是一种 赌场里会有的那个 骰子的游戏规则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吧 几率他的几率是什么呢 他的几率是一个二向式展开 二向式展开 然后那个三次哦 所以有六分之一中加六分之五 不中三次展开 对不对 如果三颗都是你压的那一个 那就是六分之一的三次乘上 C3取3 那这个不写没关系 C3取3不写没关系 然后你会拿到三百块 那如果有两颗是你的 六分之五 不是你的 乘上两百 注意一点 就是说 接下来要怎么处理我们这个 可拿回注金一百 然后如果都没有被没收注金 有的人会想说 要不然这样子呢 我在这里最后扣一百 因为我总是要会付一百块 对不对 这样子写是不对的 跟上面那一题 虽然我们上面那题 我们是不是算完 你会赚多少钱之后 把你付的成本扣掉 对不对 但是那个是在这个 你不论如何都会缴10块钱 然后你赢了对对方给你50 对不对 所以你实得 你实际上净赚的是40 那我可以不要管进赚这件事情 我就是你拿到50 你拿到200 你拿到15块 然后不论如何你要缴10块 因为我如果骰出三颗 他赔300 我又可以拿回注金一百 所以如果以刚才的逻辑来说 我这里减一百的时候 我这边应该要拿400回来 就是说不论如何 我会缴一百出去 然后骰出三颗的时候 我不但收回自己的一百 我还恋外得三百 对不对 那这里会变成 拿回自己的一百 还恋外得两百 这个一百也会变两百 也就是说 你在这里写四百 三百两百的时候 你最后扣一百 是可以的 那要不然呢 你就不是这样写 要不然的话 我们就是 等于说 只看净赚的话 如果我们只看净赚 那你就要注意 当你都没骰出来的时候 是净赔的 所以那个是要写的 你就要再加一个C3取0 乘以 六分之一的三次乘以 负一百 所以我们把两种试子都写出来 这两种试子等于说都是对的 这两种试子都是对的 期望值的知识本身要了解 然后要前面的几率的基础 一定要学得好 因为虽然我们刚刚讲说 期望值可以视为是加权平均 可是就是说 你如果在前面就没有对于一个问题 他怎么去讨论 我们说二项式的展开的讨论 还是说我们讲这个巴斯卡定理 你连深的讨论 你对这件事情没有概念的话 那么 虽然讲说他就是加权平均 可是到底权重是多少 你会抓不准 你会抓不准 因为他的权重 以我们刚才的说法 等于说总共的权重总和 其实是6的3次 然后他的权重 这个骰到两颗的权重 其实是15 35 15 这样子 然后这个权重是25乘以3 75 所以他总共的权重是 这个是 这个是6分之5 要想清楚 然后最好就是说 对几率的这件事情要熟悉 然后 你想得到用几率去讨论 就用几率去讨论 OK 那我们来看下面这个问题 有一枚不公正的骰子 骰出12345点的 几率皆是P 只骰子一次出现的 点数的期望值为何 那等于说我的期望值是 1乘P 就机率就是P 然后2也乘P 然后3也乘P 然后4也乘P 然后5也乘P 然后6会乘上什么呢 6会乘上 注意不是1-P 是1-1-2-3-4-5P 所以前面这里总共有 1-2-3-4-5合起来是15 所以是15P 加6-30P 所以会变成6-15P 那这就是他的答案